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这节课 今天我们将说一下网格与图层的使用 然后就是column 这边的column在sketch里面叫layout 所以我就翻译成图层 但是grid的话就是网格系统 那一般键网页或者是mobile的话 有些人两种都用 那我今天就把这两种都非常详细地介绍给大家 我们先了解一下column的使用 也就是这个多少column的设置 然后呢大家可以到view 然后这边有两个setting 一个是show grid,一个是show layout grid setting,layout setting 也就是显示网页,显示网格 网格的设置以及图层的设置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layout 因为我在这边设置了默认的 然后为了使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呢 我把颜色设置为一个骚气点的红色好了 因为很多人会问我就是 当你在设置这个column和网格的时候 到底用什么颜色 其实无所谓 但是行规里面很多人会用粉色 还有些人会用一些比较亮的颜色 蓝色、绿色、紫色 像那种中毒的颜色都可以 但是我们都会比较喜欢用粉色 这个其实已经偏橘色了 如果你设计过网站的话 这个column就应该不是特别的陌生 然后这个iPhone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宽度 375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数学要算 375的话这里的total width 咱们就设成375 什么叫offset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网易设计的时候 我们想要这两边都控出 假设都要控出15好了 因为375比较好减 我这个都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调整这个offset的时候 你还是要回去点击一下G中 那么左右两边就会控出15个pixel 为什么要控出这个呢 因为在很多界面设计的时候 你就是想要左右两边控出的 以防止有一些文本啊图片啊 就是跑到外面去了 那不是很对齐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你在做计算的时候 比如说因为这些数字都是自动生成的 345就是整个column的宽度 然后加上两边的35乘以2 也就是整个宽度是375 但是你在做gett和column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算呢 假设我现在是有6栏 我是应该用6乘以这个41 加上20乘以5 为什么是5呢 有6栏 但是6栏中间是有12345 5个gett 加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并不等于345 因为有时候有些数字并不能整除 所以你会有1到2个pixel的off 就是也许会有1或者甚至是5或者6 像素的偏差 所以这时候你要做好非常好的计算 所以当你在设计之前 最好凑一个整数 然后呢 最好测试这个 你的column是否正确的 是否正确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上面画button 也就是说 我假设啊 我假设我这个column 我已经四十 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 OK 我就暂时先这样 我也不管它是不是整数 因为我还没有做过测试 那这个gett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假设我现在这个已经设定好了 这个 这个layout 这个column是这样设定的 那其实我在上面 写文本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 嗯 我这里就乱打一些东西啊 我们变成黑的 大家明显一点 当我变成文本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 嗯 区别 因为无论我是做一个文本 还是两个column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并没有太大太大的区别 无非就是一栏 两栏 三栏 四栏 我们可以把自己换换小 这无法测出你这个设定的几个栏 是否有效 但是你可以 我在自己的经验当中 我发现当你做button的时候 是最能体现出 就是你这个 这个栏当中的距离 是不是做得对的 比如说我假设 我现在在这里画了一个button 然后 这个按钮是在这里 那我如果有两个按钮的话 那这个按钮的距离 就还算适中 如果我们把这个 隐藏住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按钮 在页面当中还行 因为监制还不错 但是 当你是设定 你的layout setting的 gutter space 就是特别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假设是8 然后你的column会非常宽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需要把这些按钮 都按照这个栏数来对齐的话 它其实自己会snap的 这里不是snap的非常完美 但是 当我把这个layout关掉的时候 你会看到好像有点近 但是8依然是一个 比较常用的间距范围 但如果你设到4 或者是更小的话 我觉得就页面上会造成一些困扰 但你设计的时候不会发现 你只有做很多button 或者是分栏的对齐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如果你一个页面 只做一个button的话 其实这些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 只有左边和右边的gutter 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所以这个在设计当中 这个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然后 它还能包括就是 竖的和横的 横的排行 横的话就是 在手机上因为 横的用的比较少 在网页上用的比较多 手机的话 因为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当你在scroll up 就是当我用手去 把它拖上去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是一个 无限的一个loading 所以它对横的那个column 并没有那么讲究 当然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的话 你当然可以设置 这个横的一个gutter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 一样的8 然后 这个就比较完善型的 一个一个layout 一个column 横的竖的都有了 那大家看到 当我在设计这个二波的时候 右边也 也有了一模一样的 一个layout setting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在设计的时候 我没有点击画板 我不点击画板的时候 它是默认 apply到所有的画板的 但是当我只点击 一个画板的话 我就是编辑该画板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我把这个关掉 它只影响这一个画板 对右边的画板并不影响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 继续layout setting 这个就是一个无线的一个测试 因为我最近 一直在测试这个layout 是有多有用 然后 那这个的话 首先它已经不是 5Wave已经不是345了 因为它是个iPad iPad的话是768 那我们现在先调整到768 768的话左右就 一般默认的iPhone和Android 其实是16 我刚刚说15是因为iOS6的宽度是375 所以它没有办法不变成整数 因为像素的话 我们一定要凑整数 sorry 所以我刚才用了15 你当然可以追求完美 终于到16 但是其实在iOS 它因为有redna display 有乘以2倍3倍的display 所以它其实很多icon压缩到除以3以后 很多都不是整数 所以你需要调整到整数 这些细节你可以跟工程师聊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差一个和两个像素 你真的是也没有办法用肉眼来体现 很多东西在redna是两个像素 到没有redna display 其实就是一个像素 那这些都是偶数可以整出的嘛 那如果你是奇数的话 它又不能整出 所以它还是会snap to一个whole number 所以它会有1到13之类的 这样一个像素偏差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不要惊恐 然后如果这里我们是16的话 乘以2 两边的像素就有32是空余的 那么768减去32 我相信大家数学都比我好 是736吧应该 我们把它调整成16 然后一定要点击center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左右两边就空出了16个 如果你想加column的话也是可以加 加row也可以加column也可以加 然后你可以自己计算它中间的getter是有多少 一般我比较推荐大的屏幕用12个column 这样是比较column越多越繁复的话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你的gray system就非常的强大 因为你栏数越多它的可能性就无限大嘛 所以你越细的话 你其实降到一个pixel的column就不用column了 就所有的设计都是可以用的嘛 对吧你就拿一个pixel的一个方块 当一个网格这样就好 那就是一拳一 大家不要搞了 什么都可以画 但是就是为了简化的话 我们才用芬兰 然后才用这些芬兰中的间距啊之类的 利用这些间距帮助你更好的排版和对齐 其实在印刷当中用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们这边其实大多数的用户 或包括学生的话 还是比较倾向于digital的话 其实可以学一些 就是也是可以follow一下 但是如果是印刷或者字体排版的话 这个网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那个知识量很大 就是你真的要去研究的话 大家可以去TED Talk 就是TED那个有演讲的嘛 大家可以搜Design Topic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讲字体啊之类的 里面有好多讲的网格 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也是帮助你的设计知识理论的 然后这边的getter是11 column width是51 大家可以适当的把它调整大 然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把这些数字算一下 看一下它加起来是不是等于736 如果是等于的话 所有的间距都是整数 如果不等于的话 所有的间距有几个会是有小数点 或者有几个会小于大于另外的一些间距 但这些都没差 你只要是设计 依附于网格的话 它一定都是非常规整 以及系统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安卓 那安卓的话 就像之前有个模板 我让大家下载 大家应该已经仔细研读过了吧 没有研读的话 回去跪遥控器 anyway 安卓这个画板的话 我不太建议用column 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过它们的 那个UI的一个template 一个模板的话 它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是grid 它的grid的默认是多少呢 它是8 为什么 因为它旁边的间距是24 也就是如果是三个蓝 就是24 这边我要说一下 我要先把这个layout关掉 这样子看得清楚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有红线也有黑线 我快瞎了 但是其实黑线是 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终结点 如果你不讲究的话 其实可以thick line every 就是每多少个block 有一根线是粗的 你可以5乘5 10乘10 12乘12 就是这些小方块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调成0 也就是没有 那安卓它用的这个8乘8的一个 就是单纯的8像素的网格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的那些 DP value 就是它的那个安卓像素的单位是DP嘛 然后苹果是px嘛 pixel 安卓的话 它为什么是8 是因为大家如果学它的那个guidline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多都是24 左边控24 右边也是控24 然后有一些左边的菜单栏是72 我们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在icon之类的空档是72 还有一些就是它都是以8的倍数来切割的 所以用8pixel作为单位是最好的 问我为什么不用10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不用10 为什么不用1 用1的话就也没有用的必要了 因为怎么说 当你把一本书全部都滑 highlight的话 那就等于没有滑 你所有像素本来就是最小以1为单位 如果你用成1也没有1 所以安卓的话无论是mobile还是tablet 我都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就用8这个网格单位 它适用于小屏幕 手机屏幕 tablet 掌上电脑屏幕 或者是event desktop 桌上电脑 就是这个的话是 我觉得是非常便捷的 然后而且现在sketch 它本身自带的安卓的那个sticker sheet 也是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了 所以我觉得有了grid和layout 这两个系统 相信大家可以把你的排版变得更整齐一些吧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排版设计 是没有教过那个对齐的一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阅读方式从左到右 中文的话有个从上到下 但是它这个其实点从哪里开始 阅读的长度有多少 在西方的排版教学当中 是非常非常系统的 它是有很多讲究的 字体也称线非称线 间距是多少 一行能读几个字 一行放几个字 然后为什么报纸是那样设计的 为什么杂志是那样设计的 为什么网页又是这样设计 它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所以啊 虽然我们这边不是设计学啊 但是我觉得可以啊 可以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想一想 不要觉得好看就放上去 因为设计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美学才是为了好看 或者是那些哲学道理 设计的话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非常非常simple的 好啦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切磋 typography 就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个纪录片 叫Hervetica 这个很有帮助 所以只能靠自己大家课后努力啦 那就这样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时间 拜拜